這棟房子 這棟房子 這邊那個檜木的房子跟這個紅樓 這大概都是將近100年 今年是第100年的歷史 在86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財藤原本是要把這些土地做模擬掉 上面的房子全部拆掉 然後把土地賣掉 剛才有一個地方說的梁老師 他們在這邊有一個麻豆的文化協會 然後他們就起來抗爭 起來要求政府把它列為所謂的古蹟 列為古蹟 那那時候總管理所在那時候在做立委 他們就參與了這個 這個整個爭取成為古蹟的一個運作 那後來他成為一個限定古蹟料 蘇安智縣長那時候 他上任之後 他就跟台湯談 因為台湯那時候不會出錢 因為我們在古蹟文字法裡面 文字保護法裡面有一個 規定說你國營企業的古蹟 若說你的土地裡面有古蹟 你必須要編列預算去做維護 台湯不會出這個錢 所以那時候縣政府就跟台湯恰臟說 我們把地上屋賣掉 就是這些銅樓、寬木屋賣掉 所以管政府賣掉 土地給台湯租 所以現在地上屋的產權是屬於管政府的 管政府每一間本地以臣來做維護 然後經營、來管理 這個是總爺議員中心重新的一個過程 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一個總爺國小 總爺國小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衝突 總爺國小非常 但是我也帶你來看 總爺國小並要文正國小 它也直線距離起人罷工 當時教育部有一個政策 它要去整合所謂的偏遠學校 或是學區重疊的國小的資源整合 所以有些文外要給管政府來做一些整合 所以那時候就因為文正跟總爺的關係 一個是總爺是自由學區 文正是學區的 但他們學區基本上是有重疊 所以總爺那時候就是 我們來整個資源整合 我們文正來做合併 所以導致那時候的一個抗爭 那那時候總爺國小 空下來之後要做什麼 總爺國小空下來之後 要把他做一個 找台南大學財政藝術系來進駐 利用這些學生的創意 來活化整個總爺議員中心的一種能量 甚至整個麻洛地區的能量 但是因為現在司法還在進行 因為教室會那些人還在割館長 所以目前台南大學他也不敢來 所以不曾經是這樣 但是這個總爺議員中心 每個禮拜六禮拜天都會有